而去年开始疫情在美国扩散 最早开始变化 也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就是中国城了 商店还有餐厅被迫关门 还饱受仇恨暴力的冲击 不过现在已经开始复苏了 中国城还是岌岌可危 迟迟没有看到地方政府出手协助 因为原来大部分位在京华地段的唐人街 早就被官方计划要城市改造了 所以很多人担心疫情之下 未来中国城是不是因此消失 美国各大城市都有的中国城 是不少海外华人 思乡时的重要慰藉 也是很多游客想要感受一国情调 一定会造访的景点 有很多能力 能力真的在城市里面 因为你会有很多人 来自世界各地的地方 即使是第一次见证人 或是印象中美国人 但是全美超过五十个中国城 却在去年面临这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危机 这样的冲击来世汹汹 中国华裔族曲却求助无门 中国城的位置通常未在都市闹区 以往虽然方便吸引游客上门 但在疫情补助上却吃了闷亏 明明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却申请不到免息贷款 疫情更凸显出中国城的高龄人口危机 看在老一辈眼里 这不过是历史重演 当年旧金山大地震后 中国城也曾经是当地政府 想要趁机整顿的对象 唐仁街所处的精华地段 是建商眼中的摇钱树 是政府也想展开城市改造 疫情显然成了借力使力的好借口 当年的旧金山华步 在没有政府的协助之下 依旧浴火重生 也带给华裔族群信心 不少年轻一代兼负起 拯救中国城的责任 募款成立支援团体 提供紧急援助以及贷款 让从小陪伴长大的中国城 在疫情之后继续展现活力 TVA新闻综合报道